有初把问你怎么样养的你老婆 今天呢 三个问题啊 华人问 第一个呢 你是昆明那个小院怎么着了 第二个呢 是为什么撤掉昆明 第三个是呢 是怎么样养的你老婆 咱们一个一个说 关于昆明小院呢 是因为我爸去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 不能说自己的爸爸不好 我爸呢 是属猴的 比我大24岁 今年就是56岁嘛 退休了 然后基本上一个月我给他一两千块钱 华人说 你爸是不是身体不好 身体相当好 但是一天得喝一斤小白酒 你就明白个一二三了 是吧 现在呢 那个小院它已经战三为王 就没办法进行了 我铺的地板砖 人家在里边养鸡 你明白吧 因为那是我爸没办法 所以说暂时搁置了 因为我爸什么时候在那待腻了 我再过去再整 第二个呢 就是为什么 把云南那个公司撤掉了 咱们那了的 跟我老婆有原因 就是我有小事的 就是因为现在呢 大家也都知道我两个孩子了 因为又怀孕了 又怀孕了 又怀孕了 哈哈 懂这个事就行了 没有精力 加上呢 现在公司太集散了不好 今年公司很忙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苗子呢 今年我们是着重的去搞这个技术研发 然后 其实青州这边养花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呢 你相对比来说 像受光的蔬菜这种级别呢 青州这边养之花卉的技术 它是一个短板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这个棚里面有很多的品种 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引进了几十个品种了 就是一直在搞这种机制化 清量化标准化 多像国外那种学习啊 就是怎么样给它养的更好 怎么样价格更低 明白了吗 所以说一直在搞这个技术研发 就把昆明那边暂时撤掉 然后呢 等我孩子稍微大一大 就是老三嘛 稍微大一大呢 就是再回去 一会儿问到我老婆这个事 我跟我老婆呢 其实是初中中学 通过相亲认识的 很搞笑 就是那时候一相亲 我说哎 同学很面熟 我说咱俩是同学吧 我说你是二中的吗 我说哎是 因为我初中在二中上的 我这个高中也在二中上的 小学嘛 都是我们附近的三个村的都认识啊 所以说呢 我就说是不是这种呢 其实我当时没认出他脸啊 后来就是一来二去 因为我加上我不要脸的功夫 于是乎呢 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欠十几万 我老婆没有嫌弃啊 后来我把这个事给她说明白了 就大概这个事 然后怎么养老婆这个事 我就觉得吧 不存在养不养 你就 我一直是 怎么说呢 跟我老婆之间 她有点像我的老师 有点像我的姐姐 有时候也像我妈 但是有时候呢 也像个小傻瓜 不管怎么说呢 一定一定要包容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 就是给女人洗脚啊 洗内裤这些个 其实我也去做 但是我不会刻意的去做 就当时不舒服的时候 怎么着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那种很大男子主义 但是关于工作上的事情呢 必须以我为主 我是一个很有原则性的人 这几年还好 就是19年之前啊 我俩是不怎么拢的 到了这个 18年年底啊 就是18年10月份 就是给她父母分开以后嘛 哎呀 不怕大家笑话 说是 娶她媳妇花了六万八 其实过得 跟到插门是差不多 跟养老女婿差不多 就是最续嘛 差不多很多 因为那时候是在河北跟北京 我媳妇做这个花卫生意 比我早太多了 她一一年 一二年就开始做了 我是一五年 我没认识以后 我开始做的 所以说我跟花儿门一直做 我做九年了 其实我老婆做十几年了 首先呢 她就是那个 我不知道我成不成功 反正她是我背后 默默付出的那个女人 她脾气是比较温和的 情绪稳定 但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呢 她有点轻度的抑郁 我这个人很活跃嘛 基本上不给她抑郁的时间 就一直在打破 再闯入她的生活 再怎么养 就当闺女养呗 有闺女之前 其实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说 二零年之前没赚钱 儿子刚出生的时候 一家人都抢的 我根本看不着 我在那个家里面就感觉 你知道种马吗 就感觉给我跟配了个种一样 存在感很低 懂吗 所以那个时候也不怎么 过家过一日 自从有了我闺女之后 我的改变是巨大的 她是一八年出生的 一八年二分 就是一八年之后 我改变巨大 然后呢 我就终于能够理解 就是啊 人家把闺女给你的那种心情 因为我自己 有了女儿之后 就觉得人格就完整了 然后呢 逐渐的就是对她更好了 以前的时候 不是对她不好 对她也好 就是一八年之后 就是迎来了自己的 一个很大的反转 自己改变了 首先 自己改变了之后呢 就明显的看到 周围的人也都改变了 我丈母娘之前的时候也是 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这两年跟我很亲近 就是我跟儿子一样 她就我媳妇就感觉 跟一个外来人一样 就是通过自己努力啊 首先不管怎么说 不要有别的想法 既然这个女人跟你一辈子了 就得拿人当闺女带 没有闺女的臭宝 你就体验体验 你说你拉扯二十多年 是吧 都不容易 体验体验 咱个男人受点气 无所谓的 所以干事啊 还有一个事 就是得好好干事 养媳妇这个呢 就跟你养自己一样 跟你养闺女一样 没有闺女的臭宝 都努力 争取 现在国家开放了 多生一个 别的没啥了 就是三个问题 反正很多很多 不知道从哪说 当然了 有的人说 你怎么没提到你的母亲啊 因为我母亲太伟大了 大人不言谢 所以说 如果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 这种事情不能老是挂在嘴上 你说对吧 所以说百山笑为县啊 别的没啥了 反正我妈给的我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我之所以能够做到今天 嘴上一直在夸我媳妇 一直在夸我丈母娘这那的 其实没有我妈 这一切都是只居无有的 她帮助了我很多 就在我婚姻面临 我们也打架 婚姻面临就是 比方说要离婚的时候 都是我妈出来组织 不是说两个人一结合就会很完美 说一个家不吵 看起来很完美夫妻 不存在也打架 但是我这个人 可以说比较冷血吧 原则性太强 但是也会有那很复杂 人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复杂 反正臭宝送给大家一句话吧 坚持 不忘初心 我才老花一 也好自然一 白了什么